同學 留下課 OK,大家好 那現在的通課呢 我們就開始上課吧 那麼在我們正式上課之前呢 我們就是想說幾句話 我們上的課是36系的課 然後我們每次課堂嗎 就是Each Class 我們會上兩個計謀兩個Strategy 如果你以前沒有上過我們的課,我有看到幾個新的名字 沒關係,我們以前已經上過了18季了,所以我們已經做了18的Strategies 所以我們今天會從第19季開始講,就是19的Strategies 那我們就是要分享一下螢幕 如果看不到的螢幕要跟我們說 這樣子應該看得到 我們剛剛都講的,忘記介紹自己了 所以我是小鳥,我就是穿藍色衣服的,然後這是小兔哥哥 我就是穿這個灰色的衣服 那所以呢,小兔哥哥也就是這一位 所以他會先講36季的第19季 然後這個就是像一個歷史故事嘛 所以我會先解釋這個36季它的名字 所以這個就是36季的第19季 然後它的名字就是福底抽新 所以這個名字,它的福就是像這個鍋子 然後裡面有食物嘛 然後新就是這個在下面的木材 然後所以意思就是像如果你把鍋子下面它的木材把它拿走了的話 這代表像這個火它就會自然不能燒冷嘛 因為就沒有木材讓它可以再繼續燒冷 然後這個這個鍋子裡的食物也不會再繼續煮了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像你把別人一個最basic的一個東西拿走 它就會像降低它的power很多 然後這個就是像歷史故事 然後before我們進去之前 我會先解釋一下這個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它有兩個國家要打上嘛 第一個國家它是一個長方形的國家 然後它的leader是一個叫人少的人 然後它有十萬大軍 就100,000 soldiers 就有很多的士兵 然後它有一個某士就是在想idea的人 然後它的名字就是許優 就是這個小手片裡的這個人 然後第二個國家就是這個三角形的國家 然後它比較小 然後因為它有比較少人嘛 然後它的leader是草操 所以這兩個team要fight 這兩個國家就要開始打仗 OK 所以那個故事的名字就是叫關渡之戰 漢賢帝建安四年時 對曹操威脅最大的是去守在北方的仁少 所以現在這裡就是有一個叫曹操的人嘛 然後這個周平尼就是曹操 然後它有一個enemy它的名字叫叫仁少 那隔年那個兩軍它就正式交戰在揚武 也就是一個地方 那曹操它的兵力忍不如仁少的十萬大軍 加上曹操它的軍糧所剩不多 所以現在曹操它那一邊就是有比較少食物 然後他們也 soldiers就是也有比較少 然後曹操那邊他們的士兵就很累 然後曹操它就陷入了苦戰 那這時候呢 仁少就是剛剛那個比較大的長方形的國家 它的謀士也就是許優 他就跑過來投奔曹操 所以許優他就是像betray了那個 他自己的team 也就是仁少那一邊的 那曹操他就詢問那個許優 他應該要怎麼樣的對付仁少 也就是那個比較大的長方形的國家 那許優他就建議應該要用智取 不應該正面攻擊 就是要用他的頭腦想想一個idea 不是直接去face off跟他打仗 因為他們可能會輸嘛 因為只有比較少士兵 那並且這告知仁少 他的軍糧都放在烏橋 也就是一個地方嘛 然後他那一邊都沒有很多士兵在看守 那所以就是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在想idea的人 他跑過來了曹操這一邊 然後之後他就告訴他很多secret information 就要怎麼對付仁少那邊 然後其中的一個secret information 就是告訴那個曹操說 欸那個遠少那邊啊 他們的食物放在哪裡 然後又告訴他們說那個食物 沒有很多的soldiers在 guard 嗯哼 嗯哼 那那個 嗯 許優他也建議 要突襲 要突襲 兩槍然後就再把他放火 就 把他燒 把食物都燒起來 然後就讓十萬大軍 他就斷養了 就沒有食物 那這樣子就可以 嗯 消減人少那邊他們的軍力嘛 那所以果然 那個人少他知道 嗯 兩槍失火的消息之後 他就 派了一部分的軍隊 就跑去那個 就跑去營救 然後 而且他們還去救火的時候 還沒有救成功 所以他們的食物都被燒起來了 沒有食物了 你不覺得有點好笑嗎 他們想去救火 然後結果 救火又失敗了 食物都燒掉了 沒有了 那另外的主力軍功 像草軍他所在 出關渡 他 他也戰敗了 那 全軍士氣瓦解 然後他的士兵 逃得逃死的死 十萬大軍只剩下兩萬左右 所以就原本 他們有 100,000的兵士 現在只剩下 20,000了 所以就沒有很多士兵了 那 仁少他們那邊 這個 政權就瓦解了 所以現在 仁少他就 就輸了 那個 因為他們 沒有食物了 所以他整個 軍隊 就像 一直 往下掉 他就沒有 生很多人了 所以 曹操那邊 他贏了 元少啊 他們之後 跟曹操 在打仗之後 他們 還輸了 他們還 所以曹操就贏了 這一整個 在打仗 所以 第十九季 福底抽籤 它原本是在指廢庭的水 然後就是直接抽走鍋子底下的木材 那 那 那樣子 就可以解決問題 要從根本上著手 所以 基本上 你就要從 最 的部分 把它 就是把它拿出嘛 那樣子 他們就不能再繼續 就 繼續 那 那 那 他在指 不 直接 與 敵軍 正面 衝突 那就 改用其他的辦法 就 將敵軍的實力 還有他們的氣勢 就 消減 所以 在這個故事裡 就是像 曹操那邊 他們把元少那邊的食物都燒起來了 所以他們就沒有食物嘛 因為食物是個 非常 basic的東西 他們沒有食物 就很多士兵不能吃嘛 所以他們就很多士兵就 就 就死了 因為沒有食物 所以 所以他們的power 當然也變得很低 曹操才有辦法可以打敗他們 嗯 好 那現在換我了 那 我們 現在 我們有時候講話的時候 會混 混進去一些英文 因為我們就是怕可能 他有點難理解 所以 如果聽不懂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會再 試著把它再解釋得更好 嗯 那 OK 那 我現在在講的計謀呢 是 三十六劑裡面的第二十個計謀 就是 那他的名詞呢 就是混水摸魚 那 混水摸魚是什麼意思呢 混水 混呢 就是有點像muddy 或者是很dirty 然後水 大家都知道是water 然後摸魚 就是想要去摸到那隻魚 想去抓到那隻魚 好 那我們問你 呃 問你個問題 就是說 你們覺得呢 應該是在比較清澈 比較clear的water裡面 去catch fish 去抓魚 比較簡單 還是呢 在比較dirty的water裡面去抓魚 比較簡單呢 那很多人 會覺得說 喔應該是在比較乾淨的水裡面抓魚吧 因為這樣子 呃你可以看得到魚啊 看得比較清楚 但是 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魚 如果你沒有把水弄得很messy 很mody的話 那魚也可以看得到你啊 那其實他看到你之後 他就會跑走了 所以其實呢 實際上 他混水摸魚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 situation 變得很messy 就是很crazy 或者就是把它變得 嗯 一團亂 然後之後你再去攻打敵人 就比較簡單 就像在比較dirty的水裡面去抓魚 比較簡單 呃但是其實呢 我跟小兔哥哥有偷偷做那個research 然後我們其實那個 發現那個魚的眼睛比人類還要好 所以呢 這個其實沒有 呃很make sense 但是我們就假裝說 呃在這裡面 就是人的眼睛比魚還要好 OK 那 嗯 那我們 我在講歷史故事之前呢 我也有像一個圖片可以幫幫忙解釋 因為我 他這個故事有點複雜有點complicated 好 那這裡呢 一樣是有兩個國家在打仗 要fight 那第一個呢 就是像這個 呃 橢圓形的 他們是禁國 那他們的士兵呢 我們就是畫像這種咖啡色的這種很神秘的臉 然後呢 呃 另外一個國家呢 就是東吳 然後呢 呃 他們我們用的是苦苦連累 那我們先偷偷告訴你 有東吳之後是在故事裡面失敗的那一邊 那為什麼這裡有火呢 我們等一下會解釋 我等一下會解釋 然後呃 他們的士兵就是像這種苦苦練的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呢 呃 禁國呢 他要攻打東吳 那禁國呢 就是這個圖文雄的國家 他就派 6 different troops 就是兵分六路 然後呢 決定要去attack東吳 然後呢 其中這一個troop裡面的leader 他的名字是杜玉 然後呢 他要攻打的目標是岳香城 也就是在這裡 這個像小房子的樣子 然後呢 呃 他這裡就在長江附近 長江也就是一個river 就是這條藍藍的線 OK 那呃 那呃 故事是這樣子的 所以杜玉呢 他想攻打 他想attack岳香城 然後呢 但是呢 他不是像一個classical 他不是用一個很classic的位去攻擊岳香城 他呢 很聰明呢 他就派他的一些士兵 他的一些soldiers 然後偷偷mix進去岳香城 他們是怎麼mix進去呢 當然是 跟岳香城裡面的東吳的士兵 穿一樣的衣服 不然他們mix進去當然會被發現嘛 那他們mix進去之後呢 就 就 放火啊 就是set fire 然後讓 the situation都變得很crazy 然後之後再攻打岳香城 他們才會贏 那我們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版本 那我們就是比較仔細的去講 呃 OK 所以呢 這個故事的名字呢 是叫混水摸魚 就是計謀的名字 還記得嗎 然後請將就是去抓那個將軍 OK 所以呢 有一次呢 晋五帝也就是晋國 還記得嗎 就是那個橢圓形的那個國家呢 他的皇帝呢 他的 Emperor 他要派20萬大軍 也就是在英文是 200,000的士兵 的soldiers 然後分成六個 呃 兵分六路就是分成六個troops 去攻打東吳嘛 就像我們剛剛圖片裡面的那樣子 那 其中一個troops的leader就是杜獄 然後之後呢 他到長江 也就是那一個river嘛 要 呃 中游的樂岳香城的時候呢 他們要去攻打岳香城 呃 他就派他的屬下 他的 嗯 servant 就叫周子 然後帶兩百個士兵 兩百名 呃 soldiers 然後然後趁晚上的時候 去攻打那個 不是去攻打啦 他們就是想要度過長江 就是cross 長江這個river 然後呢 之後呢 度過那個江之後 那個長江之後 就換成東吳的士兵的衣服喔 所以呢 就是 假如像小兔哥哥 他現在在穿個太空冷的衣服嘛 那如果我要mix進去他的房間 可能就是要穿跟他一樣的衣服 所以在這裡就是這樣子說的 然後 然後他就埋伏呢 就是hide 在樂香城的外面 那 呃 第二天呢 樂香城的守將 就是在guard樂香城的那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孫星 然後呢 他剛好他就帶著他的soldiers 出去啊 去打仗 然後跟進軍 也就是那個橢圓形的國家打仗嘛 然後呢 那結果武軍呢 他就打敗了 他就Lose了 然後呢 當然呢 他們就會逃回去他們的base嘛 也就是樂香城 然後就在他們逃回去樂香城的時候呢 那些前一天 在呃 就是呃 就是穿著那個 東吳的那個 那些spy的那些 呃 soldiers 都混混 都 蛤 舌頭打起了等一下 就是 呃 他們都混進去了那個 那個 那個 樂香城裡面 然後呢 就趁機就混進去了 然後呢 就像在我們剛剛的圖片裡面說的 他們呢 就到處亂放火 然後到處都是fire 然後呢 那 那 之後呢 他就趁這時候很crazy 很chaotic的時候呢 那 那些混進去的 那些mix進去的那些soldiers 就把孫星就抓起來了 所以因此呢 那個 嗯 他們他們就佔領了樂香城 所以呢 那為什麼這個故事是混水摸魚呢 在這個故事裡面呢 他們就是偷偷混進去樂香城 偷偷mix進去 然後set fire 然後讓事情變得很很很 瘋狂很crazy 然後呢 之後呢 他們才去把那個孫星抓起來 然後佔領了樂香城 所以呢 像這個 他原本的意思就是說 把事情變得很crazy 然後再趁機去攻打 敵人 那你們現在看得出來為什麼這是 算是混水摸魚了吧 那 好 那我們 兩個歷史故事 兩個historical stories 都講完了 我們其實呢 我們通常 還會再講兩個正常生活中的故事喔 然後 所以這個story裡面呢 我跟小兔哥哥是主角 就是我們是main character 所以希望你們覺得這些故事有點好笑 但是也應該也沒有那麼好笑 嗯 嗯 ok 所以 這個就是浮體車現在生活中的運用 那 所以最近呢 小牛和小兔他在學校訂了一個非常奇怪的規矩 然後 他就是要選一個糾察人 就是像個safety patrol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 就是在 所以有些的 你們可能學校叫不一樣的名字 但是就是到處在patrol的那些人 然後他們就是為了你的safety嘛 所以呢 在這小兔的學校呢 就訂了一個很奇怪的 rule呢 就是說要有個監察 那個糾察員 然後從來都沒有糾察員過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那 所以那個糾察人他每次的時候就會在學校裡逛來逛去 然後他是專門在於 嗯 紀錄那些犯規的小朋友 那 小牛他就是 校長他親自選出來的糾察人 呃 那 因為小牛他是校長親自選出來的 所以他就 很囂張 然後叫了 呃 同學們聽 呃 話都要聽他的 那 那小張呢 拔護的意思就是有點像arrogant嘛 就是 很annoying啊 所以小牛就是 就是告訴大家說 因為我是糾察員 所以大家都要聽我的喔 嗯嗯 嗯 嗯 那其中呢 就有一個 嗯 同學 他的名字就是叫小胖 然後他很喜歡吃雞腿 但是他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他吃完雞腿的時候 很喜歡亂丟骨頭 然後就像這個有個雞腿嘛 就假裝他是小胖嘛 這是小兔的bemogy 但是你就假裝他是小胖 嗯嗯 然後他很喜歡吃drumsticks 然後他喜歡亂丟骨頭 嗯嗯 那有一天呢 小胖他又在亂丟骨頭了 那他這時候呢 他臭小被 在校園裡巡邏的小牛被看到了喔 那 呃 小牛他就馬上去糾正小胖 然後就叫他不可以亂丟垃圾 然後 小胖他就氣急敗壞的跟小牛說 你幹嘛那麼兇啊 那 氣急敗壞的意思就是非常生氣嘛 因為就像 他就 非常的氣 然後都是 都是感覺 都是氣到然後都很急啊 然後都 都感覺像 壞掉的樣子 他才會有壞 那 算完呢 就 心不甘心不潤的撿起地上的骨頭 然後心不甘心不潤就是 心不潤就是 沒有像 就是 沒有 willing to 就是沒有很想要 然後他就只好撿起骨頭 丟到垃圾桶裡面 嗯哼 耶 你看小牛很厲害耶 然後這個就是 小胖他就說 Why you saw me 那你才就說 你幹嘛那麼兇啊 那小小牛還故意 還還 就是 如果小牛正常是當糾察員的話 他應該會說 請你不要亂丟垃圾喔 把他放到垃圾桶裡面 然後結果呢 小牛是很兇的 兇的 跟那個小胖說 你幹嘛亂丟骨頭啊 快點把他放到垃圾桶裡 所以小胖就很生氣 嗯哼 然後呢 小牛他就看到小 小胖他聽話的把骨頭捲起來之後 他就得意養養的 然後得意養養就是像 非常得意 就是像 very proud那樣子 那 嗯 這時候呢 小兔就看到不忍住的粉妹 嗯 然後 嗯 想要伸手去摸花園裡的小花 然後小牛他就 馬上去拿起 掛在他胸前的 哨子 就對粉妹吹起哨子了 那 然後他也大步的走向粉妹 就 嗯 告解粉妹 他不能 他不能亂摘花 那粉妹他就委屈的說 我沒有摘花啊 我只是想要摸摸漂亮的花而已 那可是呢 那個 嗯 把護的小牛 他根本就不聽小牛這些 小粉妹 小粉妹 粉妹就是 粉妹就是 在腳邊的 就是在 在就是在辯解 在make excuses 所以你看到這裡呢 就發現了小牛呢 其實他是 一個很不好的糾察員 然後很bossy 然後連呢 那個粉妹呢 他沒有想摘花 他只是 碰碰漂亮的花而已 小牛就 就故意說 就跟他說 你一定是碰的 不要摘花喔 嗯嗯 這樣子不是很兇嗎 所以呢 之後你就會看到 大家都很討厭小牛 嗯哼 所以日來日都很討厭他 那粉妹呢 他就 他就 白口莫辯 就是像他 就是有點像 他有一百個嘴巴 然後都不能再繼續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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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狡辯了 嗯哼 再繼續講 然後 他就 只能 委屈的掉下了 掉下淚來 所以小牛 把粉妹弄到苦苦了 哈哈 小牛 他 不管粉妹 好 頭大哭也就是 像大哭那樣子嘛 然後 然後他就自顧自的離開了 那 慢慢的 學校就有很多人 都對小牛 不分是非 的 行為 感到非常的生氣 都覺得他 只是個休察人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那 不分是非 就是像他沒有在分 對的 還是錯的 行為 小牛就是非常的討厭嘛 嗯哼 然後喜歡罵了 呵呵呵 那 某一天早 在 某一天吃午餐的時候呢 小胖他像大快朵頤的吃著漢堡 就像這裡的漢堡了 然後大快朵頤的意思 的 他裡面的頤 就是像你下巴就欠那裡 然後朵頤就是像你吃東西 你的下巴和你的臉頰動來動去的那樣子 然後大快朵頤就是像非常enjoy你在你吃東西那樣子 呀 然後所以小胖就非常enjoy他的漢堡 那小牛他 你看到小胖在吃漢堡 竟然把小胖的漢堡搶過來了 呵呵呵 然後更過分的是 小牛他竟然還精精有味的吃起了小胖的漢堡 然後精精有味的意思就是像非常enjoy嘛 然後小胖他就火冒三丈的對小牛說 你幹嘛搶走我的漢堡吃啊 然後火冒三丈的意思就是像非常生氣 所以因為你看火都冒到三丈了嘛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一個 measurement 所以這是非常生氣的意思 那小牛他不以為然的對小胖說 你總是亂扔骨頭我替你吃掉就沒有垃圾可以亂丟了 然後不以為然的意思就是有點像沒有同意那樣子 嗯哼就是沒有 agree 然後就這樣就說嗯 呵呵小胖他就不明所以的問 可是漢堡裡沒有骨頭啊 呵呵所以呢你看得懂這里是在說什麼嗎 所以因為以前那時候小胖都很喜歡吃那個雞腿啊 然後都亂丟他的骨頭 就是亂扔他的那個 bone 然後呢所以所以呢 所以那個小胖就可能他就是不喜歡那個小牛這樣子 所以就改吃漢堡了 然後然後結果呢 小牛還把他的hamburger搶過來 然後就說我幫你吃掉才不會有垃圾可以亂丟 但是那個小胖就覺得 欸漢堡裡面沒有棒 怎麼可能亂丟垃圾啊 所以小胖就覺得很奇怪 不明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像very confused 就像我剛剛那樣子 所以小胖他就非常confused 然後他就漢堡裡沒有骨頭啊 然後在一旁看不慣小牛霸道行為的胖大 他就走過來然後他說 傻小胖 小牛他只是想搶你的東西吃 你不要被他騙了喔 然後小牛他就大發雷霆 也就是像非常生氣嘛 因為雷漢霆就是像打雷娘子 然後打來就是Thunder嘛 然後就是像非常生氣 所以小牛他就大發雷霆地對胖大說 喂死胖大了 你不要造謠喔 不然我就要跟校長打你的小報告 所以小牛就很生氣地就說 胖大你不要這樣子亂說 oh by the way 胖大是Panda 然後呢 然後就不要亂就是 spread那些rumors 不然呢我會跟那個principal跟你打小報告 就tattletale kind of 所以小牛 basically他連糾纏人都做不好 然後他還是一個tattletale 所以是個非常不好的人 嗯哼 那這時候呢在一旁看 看不慣小牛坐 坐位的小兔 他就朝大家走過去 然後小兔他就對小牛說 你趕緊對小胖道歉 不然 第一第一第一 所以小兔在對小牛說 那個你一定要跟小胖道歉啊 不然呢他可能會打我 開玩笑 然後小牛不甘示弱 就是沒有想要表現他很弱 然後他就說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話 我可是校長親自選出來的糾纏人 地位可是比班長還要大的 我可以管你們所有的人 但是沒有人管得了我 然後就身為班長的胖大 他聽了小牛的話 也就氣得火冒三丈 然後剛剛有講過嘛 火冒三丈就非常生氣 就是火都飛到像三丈那麼高了 Oh my god 很愚蠢 然後小牛他就看胖大這麼生氣 而更是囂張 然後囂張就是像剛剛有講過 就非常irrigan amoying的樣子 就像小牛 然後 他對胖大說 他叫校長開除 胖大班長的身份 那胖大他就啞口五言 啞口五言就是像雅拉那樣子 就是不知道要怎麼說 就 呃 然後不知所冊就是像不知道 要幹嘛 要做什麼 對 然後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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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去找全校最 所以 碰大他就是趕緊 找全校最聰明的 小兔去討救兵 所以 碰大要小兔幫他嘛 那 小兔他就說 放心 看我的厲害 然後 話一說完 就朝校長室 走過去了 然後 大家都不知道 小兔到底有什麼好辦法 那 所以隔天呢 有個學生叫小麥 然後 他就在下課時間 他玩 他在玩遙控車 然後被小牛看到了 那 小牛他竟然把 小麥在玩的遙控車 從地上拿起來了 那個遙控器車就是remote control car 然後呢 所以小牛在這裡很奇怪 他就看到小麥在玩遙控車 然後還把他拿起來 Oh my god 小牛到底是要幹嘛呢 I don't know 那 這個就是像個遙控車嘛 然後我坐在裡面 然後 小麥他就生氣的對小牛說 這是他的遙控車 不准亂拿 然後小牛他就 不講理的 對小麥說 遙控車是他拿到的 所以就是他的 那小麥滿腹委屈 也就是像腹就是像肚子嘛 所以就你一整個肚子裡都很委屈 我覺得就非常理直的意思 非常 regretful 然後他就對小牛說 你賴皮 這明明是我的遙控器車 然後小牛 他就不講你的說 我說是我的就是我的 小心我跟校長打你的小報告喔 所以在這裡發生的事情就是 就是很奇怪呢 就是小牛把那個小麥的遙控車拿走 還說 我說是我的就是我的 所以我拿到你的遙控車 就等於遙控車是我的喔 所以小牛這很奇怪嘛 對啊 所以他很霸道 嗯哼 那這時候呢 忽然聽到身後傳來校長的聲音 然後校長面無表情 就是像臉沒有表情 就非常冷那樣子 然後就叫小牛的名字 然後小牛就說 喔喔我被校長發現了 然後小牛他一聽 就心裡大喊不妙 然後就趕緊把小麥的遙控器車 藏在他身後 就怕被校長看到 然後校長冷冷的說 你這個糾察人是怎麼當的 為什麼有同學說你到處欺負人 喔喔所以校長本來就已經知道那個 那個小牛豆腐在玻璃大家 嗯哼 然後是假裝這是小牛 雖然是小兔的表情 但是那個小牛就說 uh oh I'm in big trouble 嗯哼 然後小牛他就吞吞吐吐 就是像 那樣子 然後坐牌就說 我我我沒有 然後校長他就拿出口袋裡的手機 然後手機就傳輸剛剛小女說的話 我說是我的就是我的 小心我跟校長打你的小報告 那 原來是校長他剛剛把小牛 耀武揚威的時候說的話 那手機錄下來了 然後耀武揚威就是像 在show off你的power嘛 然後小牛就白口默辯 然後就是剛剛有講過嘛 就沒有話可以再繼續狡辯了 然後只好承認 然後校長他就冷冷的對小牛說 從今天開始 你再也不能當糾察人了 以後糾察人是由每個班上輪流當 那校長他說完轉身就離開了 然後就算小牛他跟校長求情 校長也不理會小牛 那胖大那就開心的說 幸虧小兔去找校長 他告訴校長小牛的惡行 那校長才能及時發現 然後就取消了小牛糾察人的資格 那現在小牛他就不能再戰士氣人了 然後戰士氣人就是用你的power 就是用你的power 生氣負比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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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下小小牛 沒了校長的 呃 撐腰 就是像support 把你的腰撐起來 然後 就是 他這也生氣不起來了 那小朋友你看明白了吧 小兔他就是用釜底抽薪這一招 然後就 呃 徹底滅了小牛 他糾察人的威風 那 呃 釜底抽薪他的秘訣就是要除掉別人的優勢 或靠山 就像他們的support 就是他們 就是他的小兔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get rid of他們最important 最重要的東西 這樣子你就可以贏了 嗯 然後 嗯 就 然後那樣子之外 像對方的氣勢就大大降低 然後在故事中呢 小牛呢 他的靠山就是校長嘛 校長就support台灣 他自己選出小牛當糾察人 那 因為小牛 他糾察人的身份就是校長選出來的 所以只有校長 所以只要校長取消了小牛 他糾察人的身份 小牛 他就 呃 他就無法再 耀武揚威 就剛剛有講過嘛 就show off你的power 然後那樣子就 就不能再 show off你的power 去欺負別人了 嗯哼 所以呢 這個故事呢 像這裡面的釜底抽薪 就是這樣子用的 嗯哼 小兔就是非常的聰明 用了伏地抽薪的計謀 把小牛 嗯不能當 那小牛不能當 那個糾察人 然後這裡的成語就是 然後這裡呢 就是我們要把每個成語的意思都放上來 但是我們不會特別去解釋 那如果你有買我們的 呃 教材的話 就是我們有在售我們的這個 提取material 他就會 呃 他就會有這些 你們就可以看得到這些成語的意思 好那換我講故事了 所以混水摸魚生活中的應用 所以呢 暑假到了 那小牛的爸爸呢 他就帶小牛 跟小牛的好朋友 也就是小兔 一起去農場玩 那其實我在告訴我們 對啊 通常在這個我們在 in real life 我們其實是兄弟 但是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只是朋友而已 不知道為什麼 OK 不是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他爸爸是兩個不同的人 然後呢 農場裡面有很多的動物 那個farm裡面有很多的 animals 有那個雞啊 鴨啊 牛啊 馬羊啊 豬啊 很多很多的動物 就跟動物園跟豬一樣 那可好玩了 那小牛跟小兔 他就來到了雞圈 就是養雞的地方 就是 就是有很多chicken的地方 然後呢 看到一個威風靈靈的公雞 就是一個很威風的一個公雞 一個很酷的公雞 站在那裡 然後呢 小兔就想幫公雞拍照 然後呢 所以他就拿出了 背包裡面的相機的camera 然後呢 這個是 一隻雞 然後呢 小牛看到小兔的相機呢 就說 欸小兔你怎麼會有個camera 然後小兔就說 喔 這是他爸爸的camera 他的爸爸的相機 非常的貴 那是他 他昨晚呢 求了他爸爸一晚 就是他 幫了他的爸爸 一個晚上 他的爸爸 才答應 他可以帶出來玩 那 小牛一聽 他就興高踩的 就是很高興 你看就像這個Bitmoji裡面的我一樣 跟小兔說 欸我想借你的相機來拍照喔 然後呢 但是小兔呢 他就不想把那個相機借給小牛 因為他怕小牛 會把他的相機弄壞掉 就是怕小兔會把 欸 小兔會把小兔的camera弄broken 然後呢 如果呢 相機壞掉的話 那小兔的爸爸呢 他就會非常的生氣 那小牛呢 他就肯求就是 Beg 就是 很Begging的跟小兔說 喔 我一定會很小心翼翼的用相機了啦 就是說他一定會很小心的用相機 然後一定不會把相機弄壞掉的 所以相機一定不會break 然後呢 正當小兔呢 在猶豫也就是在hesitate 欸 到底要不要把相機給小牛的時候呢 小兔呢 手一滑 喔喔 然後相機就掉到雞卷裡面了 OMG 就掉到很多養雞的地方了 然後呢 結果雞卷裡面的小雞還有公雞呢 全部都跑去 都對那個相機很有興趣 然後都去啄啄啄啄 一直packpackpack 然後呢 小兔看到他就嚇了 嚇了傻個 嚇了傻個 打了眼 然後就這樣 然後還忍不住哭了出來 所以一邊哭一邊怪小牛 就說 小牛要不是你不跟我 要不是你跟我借相機的話 我根本就不會 不會想想 在想要不要的時候 把相機掉到那個雞卷裡面 那但是小牛不甘事路 就是沒有不想顯示自己很weak 然後他就說 嗯 這又沒有什麼了不了的 你就把相機從雞卷裡面拿出來 就好了 Logic Corner 1 然後呢 小兔就想了想就說 欸好像很有道理 然後於是呢 他就把手神器雞卷裡面 然後把那個相機剪出來 所以結果呢 沒想到呢 小雞呢 他看到小兔的手 就拼命的去pack 去啄他的手 然後小兔呢 就嚇了把手都鎖回來了 然後呢 小牛見狀就忍不住 哈哈大小見狀 就是看到這個situation 就哈哈哈哈 然後截子 截子就跟小兔說 喔你的手指頭那麼胖 那個難怪小雞會想去捉他 看起來好像個肥滋滋的毛毛蟲呢 沒有啊 所以 所以 小牛在這個故事裡面也沒有很nice 然後他就笑小兔說 他的手太肥了 那個雞才會想去捉他 所以呢 小兔呢 他就拿不住相機 所以小牛呢 他就想要把相機拿出來嘛 但是呢 其實小牛的手也被捉了 那小兔呢 就說 小牛呢 就說 我們還是去找那個大人幫忙嘛 但是小兔就說 不行啦 如果我爸知道的話 他一定 我可能肯定就完蛋了 那小牛啊 你那麼聰明 欸我很聰明 然後只是在故事裡面而已 但是我在 真的 我可能沒有那麼聰明 然後 可不可以幫我想想個辦法 那小牛左是右想 就是想來想去 感覺 左想想右想想 然後呢 就終於找到了一個好方法 想到了一個好方法 想到了一個好方法 所以在Bitmoji裡面 我沒有在 thinking 不過呢 他 他有小兔 答應小牛 一個條件 就是說 一個requirement 就是說 他才可以幫忙 那小兔就 沒飛眼笑 就是很很開心啊 就是眉毛都飛起來了 然後眼睛感覺笑笑的 然後就說 只要可以剪出我的相機 就算一百個requirements 都沒關係 那小牛就說 喔 那我幫你把相機拿出來 但是你要答應我要把相機借給我玩喔 那小兔沒辦法 就只好心不甘情不願 所以就是 沒有很很willingly的答應了 然後呢 小牛就看到小兔已經答應了他的條件 所以 所以他就跑到花園了 那小兔就 尾隨尾隨 就是 一直follow小牛 然後不解就是 沒有understand 就說 嗯?小牛啊 哇!你到花園裡面幹嘛啊? 那不是要找相機嗎? 舊相機嗎? 那小牛故作神秘就是 就是 故意把它說 喔!這是一個mystery 然後就跟小兔說 喔!天氣不可洩漏喔! 天氣不可洩漏喔! 天氣不可洩漏喔! 天氣不可洩漏的意思就是說 天就是像God嘛! God的機會 的opportunity 不可以隨便告訴別人喔! 當然這是在exaggerate嘛! 這是不是真的那樣子 只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喔!這個mymy先不能告訴你喔! 然後呢 小牛就東找找西找找 然後就找到了很多的炸蒙 就是很多的grasshoppers 然後抓到了grasshoppers之後呢 小牛啊 又往雞卷 跑去雞卷 然後把抓到的炸蒙都放到雞卷裡面 那小雞們看到蹦蹦跳掉的炸蒙 就就開始追著炸蒙跑 那小兔還是一頭霧水 因為小兔在故事裡面有點笨笨的 一頭霧水就是感覺 那個頭裡面都有fog那樣子 就說 欸!為什麼小牛要這麼做啊? 然後小牛就 智得一滿 就是很proud的跟小兔說 你現在啊!再把手伸進去看看吧! 結果呢 小兔發現小雞不會去捉他的手了 那小兔不解的問小牛 就說 為什麼小雞不再捉他的手了? 那小牛得意洋洋 洋洋得意的說 就是很proud的跟小兔說 一開始呢 如果你把手伸進去雞卷裡面呢 小雞呢 都把你的手當成是像個invader 然後當然會去pick 去捉 但是呢 現在要放進了炸蒙放進了grasshopper 小雞會追著炸蒙跑 就是他會chase那些grasshoppers 就會被distract 誰還會注意到你的手伸進去啊? 那小兔聽到了小牛的解釋 就是很佩服的五體頭地 那五體頭地呢 就是像你的頭 你的兩隻手 跟你的兩個膝蓋都碰到地板 就是像這樣子抱下去 就是很尊敬的 很佩服的意思 很impressed 那之後呢 他就對小牛很pressed 然後相衣從 不是相衣 相機 從雞卷裡面拿出來之後呢 小牛就提醒小兔要言出必行 就是要說到做到 然後把相機借給他玩 那你想到呢 小兔又有點犧牲 結果呢 哎呦 那個就 又掉到雞卷裡面了 然後小兔就覺得 然後呢 小牛看到了又哈哈大笑 那他笑小兔活該呢 誰叫你沒有 馬上把相機給我 然後呢 就還說呢 這回他不幫小兔抓 那個grash hoppers了 然後小兔很難過的 抱頭痛哭 就是抱著頭哭 然後說他一定不會 下次呢 一定不會食言而肥 就是說 嗯 就是把你說的話嘛 都吃進去 然後變得很肥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一定不會 lie 的意思 所以他一定也不會說話不算話 嗯 嗯 然後呢 他要叫小牛再幫他一次 但是小牛就沒有理小兔了 然後就轉身就走了 然後呢 小朋友看明白了吧 為什麼這是摸水 混水摸魚呢 因為呢 這裡是混水摸魚 是因為呢 小牛就把grash hopper 放到雞卷裡面 然後讓那些雞都變得很crazy situation變得很crazy 然後呢 之後呢 他再去拿相機 才可以拿得到 所以這就是混水摸魚 所以呢 就是像 就是就是像 水很清澈的時候呢 魚就可以看到你要抓他 但是如果你的水 變得很dirty 很mody的話 那魚什麼都看不到 只能在水裡亂磚 那當然很容易被 被你那個抓到 OK 然後對付敵人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 只要主動出擊 他們中間 讓他們製造變得很crazy的混亂 然後最後呢 敵軍就沒有 就沒頭沒腦 然後就會被你這個defeat 那OK 這是一個小知識喔 混水摸魚呢 他原本是在指向我們剛剛說的意思 但是呢 後來他就衍生為就是說 工作不認真啊 很偷懶 就像呢 小兔呢 如果他在做功課的時候 在play video games 打電動 嗚 這就是有點混水摸魚喔 那就像在這個圖片裡面的這個人呢 他在上班的時候呢 偷偷上網 然後電腦就跟他說 上班時間不能違規上網喔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混水摸魚的一個example 那這些成語 我們剛剛也都講過了 好 那 呃 那如果 再說一次 如果你有買我們的教材的話 呃 他就會 他就會有這些的成語 在這裡的意思 OK 那 OK 其實呢 我們已經講完了 但是先不要離開 因為呢 我們還有一些很好玩的 嗯 一些 嗯 腦筋急轉彎 就像Riddle類似的東西 然後 嗯 對 然後呢 其實我們原本 在 他就放在我們的Facebook的粉絲船上面 的Fangroup上面 但是呢 我們今天特別為您 放在這個PDF檔上面 嗯 所以呢 嗯 那 我們有在做一個活動 不是一個活動 就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 每一天 先放一個腦筋急轉彎 然後放一百天 所以就會有 一百個Riddle 嘛 但是小兔也會放 所以總共有兩百個Riddle 嗯 OK 然後但是我們 呃現在只有第十六天 跟第十五天在這裡 嗯 那 呃 呃 所以 呃 呃 其實我們講這個Riddle 只是好玩的 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話 可以走開 就是 嗯 但是 嗯 其實這些腦筋急轉彎還蠻好玩的 所以呢 這裡就是說 人比人 會氣死人 所以這裡的 人的比的話 就是compete的意思 那人跟一個人compete 哦 當然會氣死那個人啊 那個人就會覺得 覺得說 幹嘛跟我就是比啊 我一定比較厲害 然後 然後如果那個人 另外一個人贏的話 他又很生氣 所以就是氣死人 然後呢 小兔比小牛 嗯 小牛跟小兔compete的話 那 呃 如果小 那先說小兔嘛 小兔比小牛 所以感覺這裡小兔比較厲害 所以小兔 跟小牛compete 當然會氣死我啊 所以人比人 氣死人 小兔比小牛 會氣死我 那蛋糕比蛋糕呢 蛋糕跟蛋糕compete 會是什麼呢 那 那你們先 呃 想一想 不一定要說出來 但是你們可不可以看 看看你們有沒有猜對 所以呢 嗯 答案呢 就是什麼呢 什麼跟蛋糕有關係呢 蛋糕比蛋糕 想想看前面的 呃 氣死人 氣死我 其實呢 答案是 起司蛋糕 啊 就是cheese cake 為什麼呢 起司呢 跟起司 聽起來很像 所以他的梗 他的笑點就是在這裡 所以就是說 蛋糕比蛋糕呢 哦當然是起司蛋糕啊 起司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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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呢下一個呢 就是腦筋急轉彎 的 我們這是第15天啊 但是其實也沒有很matter 所以呢 我昨天呢 我去了加油站 我去了gas station 然後我跟服務人員說 98加200喔 然後猜他跟我說什麼 所以我解釋一下 我昨天去了gas station 你們應該懂 然後我跟服務員 就說 欸你怎麼會覺得為什麼 那個gas station 會有那個服務員啊 但是在台灣呢 那個 gas station 如果你們回過台灣 應該知道 gas station 會有人幫你加油嗎 那你只要告訴那個人說 你要 你想加多少油嗎 他就會幫你加 然後呢 這裡就是說 哦 98加200喔 然後呢 98呢 98是一種油 那像我們在美國 我們有93 89 87 這些這些 但是呢我們其實比較少看到98 所以這是在台灣的嘛 然後加200就是說 要加到200元喔 但是呢 猜猜那個服務員說了什麼 可能這個服務員有點笨笨的 他就說 欸98加200是298啊 哎呦 所以你會覺得 這到底是好笑在哪裡啊 其實呢 就是因為呢 他誤會了那個 我的意思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98這種油 98這種油 我想要加到200元啦 不是在考他加法 所以誰管他加法厲不厲害 我只是想跟他說 想加多少油而已 所以這是好笑的點在這裡 OK 然後小兔呢 也有兩個腦筋急轉彎 OK 所以這個腦筋急轉彎就是說 切成一半的蘋果 是跟什麼最像呢 所以就是Cut in half 的Apple跟什麼東西很像呢 你們想想看喔 OK 那切成一半的蘋果跟什麼最像呢 So Apple cut in half looks like what 所以如果你把蘋果切成一半的話 他的一半的蘋果就是跟他的另外一半最像 這很好笑嗎 就是說 喔他Cut in half 為什麼 他這個英文就是說 If you cut in half If you cut an apple in half what is most like what that half 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啊 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啊 嗯哼 The other half The other half 其實我覺得你的這個腦筋急轉彎沒有得那麼好笑 OK OK 那 所以這個是大哥的大哥叫什麼名字呢 就是大哥的大哥是什麼呢 是叫什麼名字呢 嗯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猜得出來 OK 公佈答案吧 OK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大哥大 OK 我不知道你們 大哥大呢 他原本的 我滑到下面就是說 一個稱呼別人的方法嘛 就是說 有些人的有些幫會就是有些gangs 那些gangsters 然後呢 他們會有像像有其在香港的那些 就是香港是Singapore對嗎 香港是香港 對的說錯 香港的那些movie裡面呢 黑社會就是那些gangsters 就是會叫叫叫叫那個他們上面的人叫大哥嘛 嗯哼 就是感覺說 像oh yeah big brother 然後呢 但是呢 如果你比你的big brother 還有上面有個就是更powerful的boss的話 你會告訴叫他大哥大 嗯哼 就是比大哥還有再大嘛 嗯哼 所以呢 但是呢 其實大哥大呢 也是一個電話 就是一種telephone的名字 嗯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很常那些大哥 在那個movie裡面的大哥大 都會拿著像這種很大的那種 嗯 的那些電話嘛 所以呢 他們也 這些電話就叫大哥大 然後 嗯 但是呢 其實大哥大呢 這種電話 他非常的大一隻喔 所以 嗯 所以通常都不方便帶在身上 嗯 對 然後所以這個笑話 他好笑的就是 只是 我也覺得沒有很好笑 他只是說 他只是叫你拆一個職位而已 所以我也覺得沒有很好笑 不知道小兔是從哪裡得到這些笑話的 喔 不是 OK 所以這就是大哥大的由來 然後 然後下次下次 下次你們如果你有看到這種舅舅的電話的話 你就知道他們可以叫大哥大的 嗯 OK 那 我們今天的課呢 就講到這裡了 但是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下來問我們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說拜拜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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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